以天屠龙记当是武林的故事 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之久 因而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武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么多年的时间 大多人的武功修为都有在增长 武当七侠也是一样 从小说故事的发展进程来看 张三丰几个弟子的武功 基本上能分三个时期的概况 第一个时期是张翠山失踪前 第二个时期是张翠山重返中途时 第三个时期则是张无忌接任明教教主的这个时间段 这三个时期 我们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与其他高手的对比 推断出他们几人的武功概况 更可看出武当派武功的两大特点 从第一个时期中武当七侠的武功水准 看武当派武功的第一大特点 小说开篇 在交代完张三丰和郭湘的创派往事之后 当世武林的故事就是由武当七侠之一的余代言揭开的 他因奉命下山 在赶回师门卫师府张三丰驻90岁大寿时 无意中卷入了屠龙刀风波 结果造成了半身残废的祸事 也因此事 张翠山奉命下山调查屠龙刀一事 继而结识殷素组和金毛狮王谢逊 最终被谢逊胁迫出海 漂流到冰火岛过了十年之久 这也是小说主线第一个时期的故事 那么这个时期里武当七侠的武功如何呢 这一点虽然小说中只明写了余代言和张翠山的武功 其他武侠并无过多交代 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相关的情节 与其他高手的对比 来推断出七侠各自的武功究竟在哪个水平 这里面有一个最适合做参照对象的人物 就是与张翠山结拜的谢逊 谢逊在冰火岛曾跟张翠山一家 讲过他的血海深仇 在讲他为了引出成坤到处作案时 其中涉及了一件事 就是他曾在洛阳想杀张翠山的大师兄 也就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 虽然最终谢逊并未与宋远桥交手 但是张翠山却认为 当时的宋远桥并不是谢逊的对手 而且谢逊的武功高出宋远桥甚多 在新修版《倚天屠龙记》 第七回说道 张翠山听到这里 不由得力然而聚 他明知大师哥并未为谢逊所害 但想起当时情势的凶险 仍不免坠坠 谢逊的武功高出大师哥甚多 何况一个再明 一个再暗 倘若当真下手 大师哥绝无杏理 谢逊的武功在当时 绝对是第一流高手的水平 王牌山一战 一声狮子吼 即让在场的许多高手都振废了 那么按照张翠山所想 武功低于谢逊不少的宋远桥 最多也就是二流高手的水平 准一流是没有的 毕竟谢逊是高出他甚多 不是半仇和一仇 在结合于代言与一夜王等人 交手胜出的情况来看 宋远桥就是在二流的水准 因为于代言明显要烧低他师兄一个级别 其他几人老二于连州的武功 向来是七霞中最高 但与宋远桥相差不远 因而他俩一个水准 接在第二流高手的行列 老四张松熙应能略高于老五张翠山 还不能及得上老三于代言 于代言处于准二流 老四老五也就是三流的水平 毕竟张翠山与于代言 足有十岁的差距 接下来的老六阴丽婷和老七陌生谷 他们的武功就更弱了 因为他们俩的武功都是宋远桥和于连州代寿的 年龄上一个在十八岁 一个只有十五六岁 武当七侠他俩属于凑数 在江湖上的名头 主要是由他们的五位师兄闯出的 总体而言 这时期武当七侠的武功 就是在江上行走 做些行侠仗义的是足够 但要在武林中去争雄 则还明显不能 这点从他们在江湖上的声明也可看出 而且还能印证张三丰教弟子武功 就是为了让他们去行侠仗义的 行侠仗义可不需要练到绝顶高手的水平 武当派武功的诞生 可以说就是为了祭祀救人 这个特点也让武当派的武功 其属性都是自保大于禁机 不下杀手而旨在迫使对手霸斗 也正因有了这份祭祀的胸怀 武当派的武功才能越练越高 七侠的水平也能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第二个时期中武当己兄弟的武功进展 看武当派武功的第二大特点 印证第一大特点 张翠山一家在冰火岛十年之后 返回了中途 一回来最先遇到的就是他的二师兄于连舟 小说中说得清楚 这十年之中于代言伤后不出 张翠山失踪 存亡未卜 其余武当武侠 威名却又胜了许多 宋远桥 于连舟等虽是武当派中的第二代弟子 但在武林之中 已已然可和少林派中高僧奔停抗礼 这就是说 这时期的宋远桥和余连舟 其实已能跻身第一流高手的行列 这一点从张翠山回武当 看到他大师哥出手 与异兄武功对比的一个想法 也能印证 在新修版《倚天屠龙记》 第九回说道 待见到宋远桥这一下衣袖上 所显的身后功力大为精佩 寻思 我武当派内功越练到后来 进进越快 活在王盘山之时 与异兄内力相差极远 但到冰火岛分手 肆意拉近了不少 当年异兄在洛阳想杀大师哥 那时大师哥自然抵挡不住 但异兄就算双眼不忙 此刻的武功却未必能胜过大师哥多少 再过十年 大师哥 二师哥 或许便会在异兄之上了 张翠山失踪的这十年 除了重伤 不出的余代言 是他另几个师兄弟 武功精进的十年 不要说武功最高的宋大于二 便是当年武功最弱的阴六和末七 武功均也大剑 阴离亭的剑法精了绝伦 武当山下神门十三剑石将出来 三江帮的应手 竟没人能抵挡的一招 沐生谷近些年专练外门武功 于连周都说七下中 他日内外兼修 刚柔合一 非他莫属 张翠的武功显然都在精进 但他在几位师兄弟中 更是以智谋为常 其实张武的武功也没荒废 更未落下 这点从他与高丽青龙派掌门 全剑男的交手就能看出 而从张翠山返回师门的一路上 无论是渝连周的处事凡事 有有回转的余地 张松熙对武凤刀的以德抱怨 与他们化敌为友 因离亭的剑法 只刺对手手腕 一招让他们弃剑 宋远桥面对数大标局的相逼 以和为贵 极力霸斗 还是陌生骨形势光明正大 极恶如仇 心胸坦荡 亦或是张翠山的重情重义 这一些都能够说明 武当七侠 一直在贯彻祭祀的宗旨 因而十年之间 他们的武功才会越来越高 威名更胜 总体而言 这时期七侠的武功 应当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宋大于二位列当时第一流高手 于三因为身残事实可惜 不然这十年的进境 定能让他再度精进 至少也会是准一流的水平 而张四张五 二张的水平 已能排列第二流的行列 因六末期 则能真挚准二流 甚至到二流的水平 七侠的武功 就是提示的进展 十年一个变化 师弟登上十年前师兄的水准 其实这就印证了武当派内功的特点 越练到后来 进境越快 从第三个时期中 武当武侠的各自实力 印证武当派武功的第二大特点 见证张三丰的了不起 很可惜的是 张翠山这次回师门 七侠聚会并没有几天 他便因为于代言当年重伤之故 自稳身亡 从此武当七侠也就名存失望了 再加上于代言的身残 后来的时期 就只有武当武侠的武功 在继续经济 从张翠山离世 到张无忌在郭明顶一战扬名 期间刚好又过了十年 这时期 武侠的武功又如何呢 这一点在光明顶一战 其实就已能看出个概况 武当武侠中的张松熙 陌生谷和宋远桥 先后与白眉英王阴天正交舞 各自的结果 最能看出他们的水平 阴天正在当时武林之中 此时的武功 只怕已是能真至准 绝顶行列的高手了 小说更是名言 他是武林中一位不世出的奇人 年纪虽大 精力却丝毫不屑于少年 与张松熙的队长 就说他内力如潮不绝 小说中也不止一次地说到 他的内力深厚 那是内外功君志化尽的 三峡与之鄙视的结果 队长比较内力的张四 输了他半招 末期与之鄙兵器 虽以精妙的剑法 赐了他一剑 但阴天正 却以应找秦拿手的绝技 夺了他的兵刃 还齐按了他的肩头 只是他手下留情 放过了陌生骨 宋大与之鄙拳 但皆为史上内力 结果是打了一个平手 由于不想趁人之危 于二和阴六皆没上场 由此可见 此时武侠的武功水平 宋大于二稳出 第一流高手的行列 甚至像阴天正那般 已能真挚准绝顶的行列 张松熙指出 给阴天正半招 但在他之前 阴天正已有跟三人交过手 耗了内力在先 他跟阴天正 最少也能差半个级别 假如说阴天正是准绝顶 他能处一流的水准 假如阴天正是第一流 他则是准一流的水平 而陌生骨 则明显要足足低阴天正 至少一个水准 此时就是二流的水平 刚好达到了 他四师兄张松熙十年前的水平 大师兄和二师兄 二十年前的水平 阴力亭是与之相差无几的 这其实也印证了 前面所言的十年一个变化 师弟登上十年前师兄的水准 武当内功越炼到后来 进境越快 白眉英王跟金毛狮王一样 二十年前就已经是第一流的高手 从其在四王中的排位来看 他的武功应当还在谢迅之上 当年的宋大鱼二 与谢迅的差距尚且极大 二十年后却能与阴天正比肩 而陌生骨虽只追上了 宋大鱼二两人二十年前的水平 但在年纪上 却已然缩短了近十岁 三十几岁就达到了师兄四十几岁的水平 这其实是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殷离亭和陌生骨 乃至于当年的张翠山 他们拜入武当的年龄 也要小于宋大鱼二等人当年的年龄 不到十岁就可能已经拜张三丰为师 这刚好就印证了 殷离亭和陌生骨 为何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能与年长他们二三十的师兄 一起下山办事 享誉与江谷一事 足见金庸先生在这些细节上的设置 有多用心 综上所述 从武当七侠三个时期的武功变化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武当一派的武功主要有两大特点 一是拥有一份祭祀的胸怀 二是讲究后发之人 因而按照这样的武功特点 除了之后离世的陌生骨 其他的四侠 到他们七八十岁的时候 他们也能像他们的师父那样 最终都真至绝顶之境 其实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因为一般门派的武功 纵有天资 便是列上百年 也未必能有一流之功 也正是这样的特点 我们能从后世的江湖中 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武当派的高手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道 犹如世外的高人 比如鱼茶 冲须 和陆飞青等等 可见金庸先生对张三丰 所创之一派武功的设定 贯穿始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